这回来的作品主要是几个设计作品和水墨画 那么水墨这一块呢 就是如何在传统的材料和传统的画法上 让它更具有一些当代性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然后呢这个设计品呢 主要是原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延伸 它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有 比如说它有一些是一种艺术概念 比如说有推拉的 它是一种无形的一种概念 或者一种外来的力量改变了一个形态 无论是搞什么 尤其是艺术 就是你生活的当下的社会 你生活的现状 你的所有的感触 你的听觉视觉 你的神经细胞 它可能有时候是无形的 那么作为做艺术来讲 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反映自己 就是真诚的对待一切 那么作品尤其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虚假的话 别人也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那么每个人也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就是 就是做事的时候 它还是一种 一种自然的流露吧 对待会儿Das 对待会儿 你不要再个人 你怎么说 下车 下车